来到便利超商呢 不是只有这个零食啊 还有糖果饼干 甚至这个文具商品可以选购 现在像是这个冷冻食材 还有生鲜肉品呢 也能在这里购买 就像是小型的超级市场 后切牛排或是牛肉片 还有虾仁鱼肉等各式海鲜 想要买个青菜杏鲍菇也没问题 超商多角化经营 增加乃克率 如果他刚好在我会经过的路上 我就会觉得蛮方便的 这样超市的话都大部分离比较远 上班族这样24小时可以随时过来买 挺方便的 超商越来越多元 除了复合式 更朝向超市化 统一超商瞄准亲自煮料理需求 手间便利快超市 open out 扩大设置冷冻与生鲜结构专区 采前店后仓设计实体店铺 商品选择超过3000项 全家也锁定在家简单煮需求 推出手间Farmy Super选品超市 光是超市部分就有500款商品 十二大品项 冷冻生鲜就占了大部分 莱尔负责携手中华民国全国渔会 推出国产师沐浴冷冻水产品 引进七尺海岛型冷冻卧柜 新鲜直送 选店主要会先以都会区来做个考量 特别是在住宅商圈 应该会特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今年大概展店会到15家店 预估可以带动单店的业绩 可以达到一到两成左右 加强与社区的连结 除了超商导入超市特色 吸引消费者 大型超市移走小型超商模式 像是全联加勒福等 超商超市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 新的零售业形态定人拭目以待 新唐尔雅大电视林玉堂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